花莲咖啡产业历史悠久 今年来县政府打招推广 花莲精品咖啡品牌也逐渐地打出名号 而为了来提升咖啡的产值 农业处也在10月份开办了一系列的辅导课程 邀请到业界专家手把手的辅导 将近30多位的咖啡小农 透过动静态的技术奖息 来提升自己的咖啡产值 从田间管理、嫁接、后制加工以及被测食物 花莲县精品咖啡产业辅导培训课程来到第三天 全国咖啡烘焙冠军的黄介武 今天就带领班员找出咖啡最佳烘焙曲线 学员认真做笔记 就好像不能够太暴力了 等于是你在煎东西好了 你切得越薄 越容易就烧焦了 活动是由我们花莲县政府农业处规划的一个 一三年的活动规划 那今年是第一年 是特别针对我们农友 咖啡农友的一些需求 咖啡农友现在的一些 目前所碰到的问题 获利县精品咖啡产业辅导培训班 在10月份开始了一系列的课程 培训计划包括了生产管理、后制处理 烘焙加工、杯测、品种认识、仓储运输管理、市场趋势 以及定价策略等技术讲席 手把手的辅导让在地咖啡小农区之若鹜 踊跃参与 我们都是小农 然后都是栽种咖啡的 我们对烘焙这个比较先进的机器是比较了解 所以我们很高兴花莲县政府能办这一堂课程 让我们学习的更多 让我们农民更进步 这次沿袭至少在台湾最好的庄园松叶的部分 我们学习到例如说品种影响决定风味 然后第二个这个甜度跟风味没有必然相关 这是我以前最大的迷失 除了咖啡小农以及评鉴长盛军的学员参加 预课程多元专金 从生产管理到行销 破除了闭门造居的迷思 温古之心让小农获益良多 我觉得说这个咖啡这个产业在我们现在在国内来说 它可以大大的推广 然后也希望政府能够帮助我们一些国农 从10月15号在瑞穗原住民产业馆开幕的精品咖啡研习课程 邀请郭亮志黄建吴 中文轩以及黄笑意等咖啡产业专家授课 希望提升花莲咖啡产值 擦亮花莲精品咖啡品牌的招牌 记者是玉兰瑞色采访报道